现在很多人也都追求韩版衣 想说要跟韩国明星穿的一样 但是韩版衣就是韩衣吗 其实它只是业者自行拿正韩的衣服去打版的 那么正韩衣才是真正韩国制造生产 所以差一个字差很多 民众其实自己也可以来分辨 从标签跟植料来下手 很容易就判断出来了 学访上衣蕾丝洋装 这一件件色彩鲜艳的精致女装 看得令人眼花缭乱 这些服饰全都来自韩国 很多女性们更对于所谓的韩国情有其中 不过其实常听到的韩版衣和正韩衣 意思根本不一样 差一个字可就差很多 正韩是真的韩国制造 然后韩国就是设计 然后我们直接去韩国拿回来 这是正韩 我们可以称它为韩族 那韩版的话就是我把这件衣服拿回来 拿回来之后呢 我就拿去大陆 就是把它全部都把它拆开来 然后照着它下去 照着这个衣服的版型下去打版 那这叫韩版 只是正韩 韩版到底要怎么分辨 在他们的领标上面 就会有他们自己自家的领标 那其实这个很重要 因为这领标代表说 这件衣服我是在韩国的 这一家厂商拿的 不过就算有韩国领标和水洗标 还是会有业者自己把打版衣加工 缝上甲标 所以最好的辨别方式 还是自己睁大眼睛 实地比较 两件上衣乍看之下 都是镂空蕾丝设计 但是仔细瞧瞧 正韩的蕾丝 勾线和花纹都相当精致 但韩版打版衣 看起来勾线明显粗糙 再比较这两件 同样是雪纺材质 但左边的正韩款 水洗之后不会皱 韩版衣不但容易皱车工 也较粗糙容易脱线 还可以用手和脚来顺顺看 质料好坏 用皮肤感觉就知道 虽然正韩的衣服不见得比较好 但看看这一干又一干的韩索衣 只能说贴上了从韩过来的标签 无论是正韩还是韩版 消费者似乎都买单 记者联人兵王一云台中采访报导 最近